大家好,我们现在开始讲解一下Jumper T16遥控器的遥感校准过程 首先我们按System键进入遥感校准 然后按翻页键 选择到遥感校准的这个姿态单 按确认键进入 那么整个遥感校准过程呢 其实不需要看这个下面的屏幕 因为这个两个显示器会干了我们的判断 所以我只准备一张纸 把这个下面盖起来 我们只要看这个导航 那么它现在导航提示你按确认键进入开始校准 按确认键 好,它又开始提示你将所有的遥感电位器旋钮全部回中 这个是回中的,它本身就是回中的 那么这个不回中的我们把刻度线对准中一点 这个旋钮呢,它又中间有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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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中立点的感应 我们可以可以清楚的感应到 清晰的感应到啊 放到终点 好,这个时候 终点全部放在终点 然后它提示你按确认键 确认键 好,它开始校准形成 就是移动,摇杆,电位器和所有的旋钮 轻轻的,不需要太用力 轻轻的,轻轻的,不需要太用力 轻轻的 然后这个六个键是按一遍 好,按完之后按确认键 我们看到,摇杆,校准已经全部结束 我们退出看一下效果 首先我们看这个六档开关 在这里可以显示出来 正常 那么我们看摇杆 输入,输出监控 好,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正常 都是正常 都正常 然后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摇杆结束 摇杆教程结束